独得58分的哈登,金雅顺领火箭,完成了21分的大逆转热火能金钱风光车面在本场比赛中表现任意。 他在31分钟的出场时间内,得到19分期篮板帮助攻,其中在三分线外三头三中, 有力十足的他给火箭队的防线,制造了不小的麻烦。 不过在比赛的最后时刻,官司面却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,而正是因为他的原因。 火箭队最终则已完成21分大逆转的奇迹,也让哈登本场比18分的表演,没有成为空坎。 正场前46秒,保留在罚球线附近应证弓箭跳投,当中火箭队以121、110大领先热火。 此时温次面持续发动进攻,小李福斯在失去防守位置的情况下现手奔弓,送选者走上罚球线。 如果温次面罚中正网就罚球,那么在吴德杰杀勇士一幕, 哈利亦在那的情况下,仅仅落后一分的热火队, 亦然有着很大可能完成分盘,但面对着主场观众的牺牲。 这一次温次面能能顶住万里,他连续两罚全部偏出篮筐, 促身的追赠的最好机会。 随着维特斯最后三分步中,热火队最终只能接受失败的结果。 而温次勒的两杂步中,成群了哈登今晚以18分的超神发挥。 火箭曾试图交易温次勒, 如果在中产上升结束后,身为胜利投号工程的哈登, 除了与队友依依性众外,还专程与热火队员进行了交流。 其中他与温次勒表现得特别亲密,除了送上温外外, 他还对后者进行了一番交谈, 而温次勒表情严肃地聆听着哈登的说话。 尽管暖阀部中丢掉比赛, 至于这位热火新鲜来说,确实是很大的打击。 不过有了哈登的Eleth, 相信温次勒很快会走出今晚的温影, 在后续比赛中,重新证明自己。 而除此之外,哈登的举动,也许还带有别的目的。 温次勒曾表达过重反家乡的念头, 值得一提的是,在新民交谊截止日前, 火箭队曾选试任克里斯和麦克与热火队, 完成一顶压上交谊。 而他们交谊的动向, 被理念普遍认为正是温次勒, 而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西斯登本地人, 温次勒对于故相达俱乐之情, 也并不远视。 我一直梦想着回到江山, 在这里打悬。 但是这不是什么大事? 关斯勒曾在客厂挑战火箭下悬明, 去表示了自己的看法。 但没有想到的是今晚的他, 却用软杂不忠的方式, 倒软了一回火箭落里, 不知道在今晚成全了哈登的超神表现后, 关斯勒会不会借此 敲开回关西斯登的大门呢?